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要报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李克强葬礼之前北京重度空气污染,暗无天日 杨恒军寄出第一封信,我快要死了 哈马斯暗示中国有意突袭台湾,气炸解放军 北京突建传染病应急防控队 遍布中国所有视线要主动监控 美国官员表示何立峰比刘鹤差远了 朝鲜严重缺钱,关闭多国使领馆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金经济以及周边地区正在发生严重的空气污染 北京市已经启动了橙色预警 而中国的河北省发布了红色预警 虽然近年以来情况有所改善 但是该地区的空气质量仍然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报道表示拥有一亿多人口的中国北方的金经济地区 正在遭受着数月以来最为严重的空气污染 星期二也就是10月31号的时候 中国的北方数千万人受到了严重的空气污染警告 北京市的生态环境局发布信息表示 大范围不利气象条件导致了金经济 以及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转叉 山前一带城市已经达到了四级中度至五级重度的污染级别 而10月30号到11月2号 北京市将会发生为期四天的PM2.5中度污染的过程 10月30号的12点到11月2号的24点 北京市启动了空气重度污染的橙色预警 这是中国第二高级别的污染警报 而空气质量监测机构IQ空气 在本周二也就是10月31号的时候 将北京列为了当天地球上第五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在中国首都周边人口密集的河北省的几个地区 当局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 根据中共的官媒新华社的报道说 当局敦促居民近期减少外出和剧烈的户外运动 当局还限制了许多上路的建筑和运输车辆的数量 另外报道表示 中国的河北部分地区的官方预报显示 雾霾天气导致能见度低于50米 而在北京以南拥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天津市 气象局建议任何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人不要外出 如果要外出必须要佩戴口罩 另外官方的预报还表示 雾霾是由于大范围不利气象条件所导致的 在本周晚些时候扩散条件改善之前 雾霾将在该地区持续的存在 如果北京发布红色预警就会采取一些措施 例如要求车牌尾号为偶数和基数的排放车辆隔日行驶 从而减少交通的流量 报道表示 2015年申办冬奥会成功之后 北京宣布向污染宣战 关闭了数十家的燃煤电厂 并且搬迁了重工业摆脱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的地位 不过虽然近年以来情况有所改善 但是空气质量仍然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报道说中国是世界上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 比如二氧化碳的最大排放国 而根据绿色和平组织在4月份的时候一份报告表示 中国已经批准今年大幅度的增加煤电的规模 指责中国将能源供应至于减少化石燃料排放的承诺之上 燃煤电厂审批数量的激增加剧了人们对中国 将放弃其在2026年至2030年实现排放峰值 并且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担忧 好 再来看一下杨恒均寄出第一封信 我快要死了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澳大利亚的作家杨恒均从中国拘押地点给儿子们寄出了第一封信 信中写道 我病了 我很虚弱 我快要死了 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 他将在本周末开始的访华期间 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杨恒均的困境 报道指出 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三 也就是11月1号的时候表示 他将在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间 向中国的领导人提出 被中国拘押的澳大利亚籍的作家杨恒均的困境 阿尔巴尼斯表示 他已经批准了一封写给杨恒均儿子们的信的草稿 杨恒均自2019年以来一直被中国拘押 阿尔巴尼斯向媒体表示 我们非常同情并且理解他们对父亲和这名 已经被拘押很长时间的澳大利亚人的担忧 杨恒均的儿子们公开了10月28号 写给阿尔巴尼斯的一封信 信中表示 在阿尔巴尼斯前往中国之前 让中国释放其父的机会窗口很窄 还表示 我们请求您明确的表示 与一个关押着一位澳大利亚公民的政府 稳定双边关系是不可能的 而这位公民就关押在您将被接待的地方 以南几公里的地方 杨氏兄弟他们指的就是杨恒均被关押的北京的监狱 他们表示上个星期的时候收到了杨恒均被允许从区阿的地点寄出的第一封信 杨恒均在信中写道 我病了 我很虚弱 我快要死了 曾经供置于中国安全部门的杨恒均 现在仍然在等待2021年5月份对他进行间谍罪闭门审判的判决结果 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是24岁和31岁 他的朋友冯崇义表示 杨恒均的两个儿子的身份没有公开 因为他们担心中国政府进行报复 冯崇义表示 阿尔巴尼斯成为七年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总理 为杨恒均的获释创造了机会 他表示这不是最后的机会 但却是最好的机会 这一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 报道指出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为杨恒均被起诉 以及两年多的关押进行了辩护 他在中国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是法治国家 中国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审理案件 充分保障相关当事人的各项合法权益 充分尊重并且保障澳方探视等一些领事权 阿尔巴尼斯的访问将从星期六开始 这表明他领导的中左翼政府 在保守派执政九年之后 于去年当选以来 双边关系有所改善 阿尔巴尼斯将在三天的访问期间 在北京会见习近平以及李强 并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报道表示 一年前阿尔巴尼斯在印度尼西亚的G20峰会期间 与习近平首次会面 提到了杨恒均与另外一名当时被关押的澳大利亚记者 程磊的困境 程磊在上个月的时候被中国驱逐出境 许多人认为北京以此为阿尔巴尼斯的访问扫清障碍 杨恒均的儿子们写道 他们被程磊获释的好消息所鼓舞 他们希望澳大利亚当局能够拯救他们的父亲 创造第二个奇迹 党媒问起程磊的案件的时候 阿尔巴尼斯告诉媒体 每个案件都是不同的 来自德国之声的瓦德说 哈马斯的领导人日前声称 中国从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当中受到启发 有意效仿其做法突袭台湾 瓦德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军事团体 哈马斯在10月7号的时候对以色列发动了恐怖袭击 造成了以色列方面1400余人丧生 并且绑架了200多人作为人质 以色列随后誓言要将哈马斯从地球上抹去 双方的武装冲突至今已经将近一个月 哈马斯的海外领导人马歇尔日前在接受埃及的国家之声的采访时 声称中国有意效仿其策略来攻台 他表示中国将他们的袭击视为是一个耀眼的案例 正在考虑对台湾实施一项计划 做卡桑驴也就是他们在10月7号做的事情 总部位于美国的智库中东媒体研究所 转载并且翻译了这份报道 马歇尔在采访当中表示 他们希望在西方世界的阿拉伯社群保持活跃 而且与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超级大国合作 马歇尔还提到 俄罗斯从其攻击当中受益 因为哈马斯分散了美国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注意力 他还表示 俄罗斯打算将哈马斯10月初对以色列的袭击 作为军事学院的教材 对此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原副院长解放军的中将何雷 在10月31号出席第十届北京的香山论坛时驳斥表示 中国军队怎么能够效法其他的武装组织或者是军队 何雷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 中国军队是一个大国军队 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奉行中国特色的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他还表示中国绝对不会模仿世界任何一支国家的军队 还表示中共当局一贯主张和平 迫不得已才会进行自卫反击 采取其他的手段强硬或者是武力手段 捍卫国家主权完整和统一 而在谈及台湾议题的时候 何雷再次强调中国的一贯政策是以最大诚意最大耐心争取和平统一 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何雷还表示中国统一台湾没有时间表 擦枪走火的责任完全在台湾 他还说中方采取的手段 主要取决于外部势力干涉程度 以及台湾当局的行径 报道表示香山论坛开幕之前 何雷在接受中共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专访之前 也曾经表示 中国政府一旦迫不得已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将是一场合法之战 正义之战 挑起这场战争的责任完全在台湾当局 在台独分裂分子在外部干涉势力 另外根据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对于哈马斯领导人 称中国考虑对台湾进行类似的攻击 台湾国防部的情刺室的情严中心情报官 罗正宇 星期一的时候向媒体表示 所有人都知道恐怖主义危害国际安全甚至 印太地区的整个安全和繁荣 也攸关全球的发展与稳定 表示国军会持续的依照这个敌情的威胁 来强化自我的防御能力 也积极的与盟友进行合作 来提升贺阻力量 来适应各项的威胁与挑战 另外台湾国防部的发言人孙立方则表示 中共是目前台湾面临最重要的国际威胁 不管偷袭或者是其他的文攻武嚇 台湾国军对于中共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 都进行非常缜密的分析和观察 也透过各种手段掌握情报 将应对方式纳入突发状况处置的规定里面 来自零和早报的信息表示 中国将新建五支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防控队 并且在中国全国所有的视线 建立基层传染病应急小分队 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中心社的报道说 中国的公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星期三 也就是11月1号的时候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中国国家卫健委的副主任 中国国家疾控局的局长王赫胜回答了有关于 传染病监控预警和重大疫情应急处置的问题 王赫胜表示在监测预警方面 主要是在体制扩面增效上下功夫 谈及提高信息报告质量 王赫胜表示要优化完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 调整相关的预警指标 及时发现异常信号并且调查处置 印发传染病防控责任清单 开展疾控监督员制度试点 进一步的压实传染病信息报告责任 推进传染病监测预警 与应急指挥信息平台的建设 逐步的实现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 与疾控信息系统数据自动交换 便被动监测为主动监测 而对于强化部门的协调 王赫胜说 要推进跨部门的监测数据和信息共享 定期开展多部门的联合会商 共同开展传染病疫情风险研判 此外在应急处置方面 王赫胜表示 针对新发突发的传染病和重点传染病 要持续的完善传染病疫情应急预案体系 加强应急演练 不断提升应急处置和流行病学的调查能力 另外他还提到 中国加快建设国家级的传染病应急队伍 已经组建了20支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 还说今年中央财政加大投入的支持力度 支持新建五支国家防控队 在中国全国所有的市县建设基层传染病应急小分队 好再来看一下 来自法广的信息表示 中国新任的经济沙皇和立峰 正在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有权势的副手之一 但是一些消息人士表示 他尚没有在金融市场和外交界获得他的前任 刘鹤那样的权威又显赫的地位 根据路透社在11月1号的报道表示 中国新的经济沙皇面临效仿前任的挑战 68岁的和立峰在3月份的时候 中国全国的人大会议当中取代了享有国际声誉的刘鹤 成为了中国四位副总理之一 直到星期天的时候 官方媒体透露 他将成为强大的共产党经济机构的主人之前 他的全部职责范围基本上还不清楚 而中国的观察家还预测他将成为新的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主席 这是中国最高级别的金融监管机构 其成立的目的是加强共产党对中国价值61万亿美元的金融业的控制 这让他负责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紧缩 以及房地产行业低密的问题 上个月的时候何立峰与习近平一起对中国的央行进行了首次已知的访问 并且在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当中 他还在与华盛顿和欧洲的贸易谈判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位最近参与与中国贸易谈判的外交官员表示 他与刘鹤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政策内部人士表示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刘鹤对政策的影响力 常常盖过了基本上被边缘化的中国的前顾院总理李克强 李克强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刘鹤被视为最早一些关键工业和金融改革背后的智囊 这些改革时的中国在近几十年以来取得了惊人的增长率 相比之下何立峰更像是一个官僚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策顾问表示 何立峰主要执行最高领导人的决策 政策顾问表示他指的就是习近平 报道指出北京正在推动新一轮的刺激措施 以支持经济的复苏 但是经济学家警告表示 如果不进行深入的结构性的改革 以及房地产行业和地方财政的调整 中国可能会陷入长期的极低的增长 尽管刘鹤经常就政策和改革问题 发表长篇的演讲或者是发表文章 但是自三月份以来 他一直保持相对低调 投资者和经济学家对中国缺乏具体政策措施 来实现刺激国内消费和果断解决市政账务问题的目标 感到沮丧 这位政策顾问表示 刘鹤低调而又谨慎 部分原因是内阁自身权力在新结构下被下调 路透社表示 何立峰是土生土长的经济学家 1978年至1984年就读于中国的厦门大学金融系 1998年获得了经济学的博士学位 时任福建泉州市的市委书记 但是他与习近平的关系可以追溯到40年前 他首先在沿海的城市厦门 在习近平的手下工作 后来又到了北方的直辖市天津工作 该报道引述了三位政策顾问的话表示 由于何立峰与习近平的关系密切且忠诚 他很容易接受高层的政策指导 并且加以实施 来自法广的信息表示 朝鲜既关闭了多家驻非洲的外交机构之后 近期还关闭了设在西班牙的大使馆 韩国的情报分析表示 朝鲜或因为资金的紧张 关闭了多家的驻外机构 朝鲜还关闭了驻香港的领事机构 中国外交部表示理解尊重 根据韩列社在11月1号的报道表示 朝鲜陆续的关闭了驻欧非的使馆 朝鲜近期不断的缩编驻外的外交机构 朝鲜媒体在上个月的25号的时候 前后发布了将关闭驻乌干达和安格拉的大使馆的消息之后 有国际媒体报道说 朝鲜已经向中方通报 关闭其在香港的总领事馆的方针 而据西班牙人民共产党在11月1号 在官方公开的外交召会文件当中就表示 朝鲜驻西班牙大使馆临时代办 在上个月的26号告知西班牙方面 朝鲜将撤回外交使团的决定 有关业务将转由朝鲜驻意大利的使馆来负责 召会文件当中没有记载 朝鲜关闭使馆的理由和具体的详情 朝鲜驻西班牙使馆近期几经波折 朝鲜与西班牙在2001年的时候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是朝鲜2013年才在马德里开设了大使馆 此年金赫彻出任大使 西班牙政府2017年的时候 以朝鲜进行核式和发射弹道导弹等为由 将时任的大使金赫彻指定为不受欢迎的人 并且责令其限期离境 在大使缺位的情况之下 朝鲜驻西班牙大使馆2019年遭到了反朝组织 自由朝鲜成员的入侵 电脑U盘手机等设备被盗 韩林社引述了2019年气朝投寒的 前朝鲜驻科威特大使馆的临时代办 柳贤宇接触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朝鲜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就决定撤离驻外的外交机构 受到国际社会对朝鲜制裁的影响 朝鲜已经在2019年7月份的时候 出现关闭驻外外交机构的迹象 他表示预计朝鲜有可能继续的 关闭更多的驻外外交机构 可能包括了塞内加尔 几内亚 尼泊尔 利比亚 阿尔及利亚的外交机构 另外根据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 在11月1号的时候引述消息指出 朝鲜已经关闭了12个驻外的使领馆 其中就包括了香港 对此中国外交部在11月1号的时候回应表示 尊重朝鲜关闭驻香港总领馆的决定 而日本独卖新闻在10月27号的时候消息表示 北京方面在10月中旬的时候 获得平壤方面通知 关闭驻香港领事馆的计划 之前是表示关闭的原因 或与香港的生活成本高昂有关联 消息指出 韩国统一部稍早之前 就朝鲜近期陆续的关闭非洲等地的外交机构表示 由于国际社会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力度 朝鲜制造外汇受挫 难以继续的维持外交机构的运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